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菜一上桌呢 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说 我想家了 我想回家 人在美食面前呢 最容易暴露脆弱 贾章科呢曾经说 舌根上有最顽固的乡愁 无论走得多远 舌根上总是保留着家的味道 后来多少滋味都无法掩盖 这种对故乡味道的顽固的依赖 源于每个人成长的记忆 离家时会对家的味道尤其眷恋 对于每一个备奖离 离乡的人来说 城市里的那些家乡菜馆 便是用味道筑起的故乡为城 迷失时 能够让我们记忆起家的味道 找到归属 记住生命的来处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回家呢 详细电影《我和我的家乡》里有一段 是乔树林在接受采访 您这次回来 为家乡带来了什么礼物呢 爱吧 我觉得 听上去似乎有点搞笑 但仔细回想 何尝不是如此 对每个人来说 与其说是回家 不如说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对话 因为那里仍然保留着 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原因 那些爱与力量 是提醒着我们 跨越山海 勿往回家 那里有我们深爱的父母与亲人 在他们面前 不需要假装做大人 不需要太在意站得高不高 只在乎活得真不真 好不好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只有他们的爱 是永恒不变的 这个对我们来说 很重要 因为那是安全感的源泉 因此 中国人无法长久地离开家 中国人总是爱回家 因此 每隔一段时间 就建立一个节日 给自己一个回家的正当的理由 就像一次次时光旅行 给自己一段留白的时间 暂时忘却外面时间的焦虑 回望过去 找到前进的力量 然后再出发 家是一种情感 一种思念 一种向往 更是每个中国人的起点与终点 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心灵有约栏目 明早九点 龙云FM频道 灵灵与你不见不散